5月14日,浙江一屋的一辆公交车上。一名女乘客上车后拒不投币,不仅如此。她还理直气壮地跟司机理论,称自己在广东坐车从不投币。还口口声声说公交车是大众的,奇葩的言论简直让人大开眼界。 14日,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年轻女子上了车。可上车之后,她既没有刷卡,也没有投币,而是静止来到车厢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司机以为她只是忘记投币,于是礼貌地提醒她。没想到女子接下来的言论却让车上的人们都大开眼界,第一回合。 被提醒后,女子理直气壮地拒绝投币,司机问她,你不投币还有道理了。女子满不在乎地说,对。她还理直气壮地说,我在广州那里坐这种车,从来没投过币。司机气愤地来到女子面前跟她理论,你是故意不投币的咯。女子摊开双手,无辜地说,什么故意不投币,有时候我也没有钱。 她还说自己没有手机,有手机我还不刷吗?第二回合。难道女子真的是没钱吗?女子之前说自己有十块钱零钱,但不可能投十块。司机建议她别人换,她却说我有时候会问,但是人家说没有零钱。司机立即对这个有时候会问表示质疑,她双手环抱。 十分不耐烦地说,真是笑死人了,第三回合。司机表示,公交车不是慈善机构,不是给她免费做的,有规定要投钱。女子正义凛然地说,公交车是大众的。我也不是慈善机构,我在广东那边没有。 司机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,那你到广东去好不好,这里是义乌。义乌坐车有规矩。女子不服气地说,义乌怎么了,你又没贴出来义乌这边有规矩。真是笑死人了。 三个回合下来,女子依然理直气壮。胡搅蛮缠,司机也叫起渣来,她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。白衣女子看司机真的报警了,自觉理亏。也不再抢词夺理,灰溜溜地下车逃走了。 有网友评论称,不知道是谁笑死人了,真以为普天之下都是你家。简直刷新了我对无赖这个词的理解。看上去也是个年轻人,怎么会这样无理取闹呢? 这是哪个不投币的大妈带大的熊孩子,以为别人都没去过广东吗?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